最近我们这里到处都在搞这个荒地整治 就是以前的土地荒毁了很多年 现在又把它整理出来继续种庄稼 由于这个地荒毁了很多年 里面的杂草树木特别多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就是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杂草树木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这块地非常的平 以前应该是块田 但是荒毁了很多年 里面的杂草特别多 所以这个地里面的杂草树木怎么处理就有点打老口了 最开始的计划是挖深坑掩埋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形 这种小山包基本上土质都不是很深 大概挖个半米左右就能挖到石头 所以挖深坑掩埋就不现实 然后把杂草堆到边上也不行 因为边上又是人家的地 目前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把以前这块田改成地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办法处理这些杂草树木了 首先第一个我们把边上这个杂草清理到里面去 然后再把边上三分之一的杂草全部清理干净 这样清出来我们后面这个活就好干一年 到了后面这里有很大一堆树木 这个也是我们从上个地里面挖下来的 这个树木实在是太多了 全部堆到这个田里面的话就不好处理 我们只有把它推到这个边上去 到时候干了 周围的老百姓还能捡点柴烧 我们刚把这个树木推到这个边上去 然后就来了一个大爷大妈 说我们把这个树木推到这个边上去 把它家的竹子都搞坏了 当时以为大爷要围囊我们不让我们开工 好在大爷没有迹象就让我们后面这个泥巴不要对到他的地里就行 还是我的格局小了 哎呀 都是威尔波生啊 哎呀哎呀谢谢 哎呀谢谢 哎呀谢谢谢谢 我没有人太干肠太重回来 哎呀我说不用啊不用啊 这个时候正是饭点大爷看我们还没下班啊还没吃饭 然后啊就跟我端了一碗饭吃 当时啊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 还一直在说味道不好怕吃不习惯 我们开挖街在外经常会遇到这种又朴实又善良的大爷大妈 真的让人很感动 兄弟们为这个大爷点个赞 本身我打算把这点挖了就下班吃饭 但是大爷把饭都端来了 你说不接吧也不好 接了啊自己感觉也过于不去 刚把人家的竹子毁掉了 现在人家又端着一碗饭啊给你吃 真的让人很感动 吃了饭我们继续来干这个活 边上的杂草我们挖完了 现在啊就是把这个里面这个杂草啊也给它先清理下来 清理下来之后我们再把这个泥巴多挖一点堆到这里 到时候啊有用 所有的都切完之后我们就把挖机开过去啊开始收这个面 顺便呢把这个树脑壳堆到边上去 这个树脑壳太大了放到里面了到时候不好回填 在收面的时候我们先把之前挖下来的泥巴先把这个面收一收 然后再把左边的土挖过来盖到杂草上面 在盖杂草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啊来盖这个杂草 一般呢就是稍微挖一个深一点的坑啊去下面的土 然后再把边上有杂草有树根的再填到这个坑里面 反正循环的这样填过来就行了 最终找出来整个面上没有明显的杂草 然后养盖的土不低于20公分就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面收下来之后就成这样 以前是块田现在把它改成一块地 这样就能有效的把那些杂草啊全部处理掉 比挖深坑快了很多